众人狂欢的摇滚舞台 却突然惊传连环枪响 让愉快的音乐饗宴 瞬间成了沙鲁战场 13号晚间 在法国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 有场来自美国加州的 玩秘英族乐团表演 当观众误以为声响是节目特效时 也就此展开了躲鸣序曲 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 死亡人数标破百人 其中最写新的地点 正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剧院 事发后当时拍摄的影片 不断在网络上流传 又让人一次次一起现场的恐怖 而演出前乐团背景手 还放上一张场地照 写着巴黎人 待会见 女士们 希望你们能看到 我们正在享受一个好处 竞争的声音 竞争的声音 竞争在演唱会途中 闯进了音乐厅 像是打鸟般对着群众 无情的疯狂扫射 最终有89人没能活着走出来 难以言喻的突发状况 让巴黎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也让浪漫的花都哭成了一片泪海 好 这件事情真的让全世界都瞩目 但是他们会发生这个事情 后来IS自己都宣称是他们干的 这个恐怖攻击 他们干的其实是有计划事先有谋略 包括我要怎么攻击 攻击哪里 还包括使用这个深冬极西的战策 为什么这样之后 第一个时间 其实第一个时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9点20分 国家体育场的那个攻击活动 那时候刚好是法国跟德国的时候 在进行友谊足球赛 那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影带里面 可以听到有一个很大声的 砰的一声那个爆炸 是在9点20分开始一个恐怖分子 在体育馆的入口处的那个地方 引爆这个自杀炸弹 引爆的时候也造成了一个观众 当场就死亡了 那么是整个恐怖攻击的开始 那开始了以后5分钟 它是9点20开始 对不对 攻击开始的5分钟也是9点25分 在包括中情餐厅还有小柬埔寨餐厅的地方 也开始有这个歹徒 两三个歹徒拿AK-47的这个制动化步枪 朝在内 你要知道法国人是很浪漫的 所以他们就在餐厅的外面坐着在聊天 没有任何警戒的心 很悠闲 完全不会有任何警戒 因为礼拜五是最开心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一扫射 反而造成了15个人死亡 10个人重伤 紧接而来 紧接而来这些恐怖分子 就特别针对餐厅的部分 你看36分就往美好团体餐厅 都是32分这个美味餐厅 然后这个等于说36分美好餐厅 然后包括32分的时候 福尔泰小酒馆 总共有大概5到6个餐厅跟酒馆 而且它就连在一起 对 都是故意的 显然事实上它事先都已经经过了 这个勘察现场的地形 故意挑选这些地方 那么最后在福尔泰小酒馆的时候 甚至于有一名恐怖分子 就直接冲进去里面 然后引爆炸弹自杀就对了 那么你可以知道 从这一连串的攻击 先攻击了国家体育馆 当时包括法国总统欧兰德都在里面 德国外交部长也在里面 所以赶快紧急疏散 不过还好就是说 你可以从他们整个疏散的过程 看到人家并没有兵荒马乱 对不对 没有互相践踏等等 但是显然这是一个深冬即西 当你误以为说恐怖攻击活动 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在体育馆跟连续的餐厅的时候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要掩饰他紧接而来的 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也就是在9点40分的时候 在巴塔克兰歌剧院 所进行的这个恐攻 总共有四个歹徒 也是持相关的这个 那个AK-47等步枪 还有手枪在内冲进去里面 他开始射杀 当时这个里面 大概有1500多名的观众在里面狂欢 这里面最多 对 因为刚好是美国的 这个加州乐团在里面表演 很开心 非常高兴 在里面表演 那年轻人非常嗨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长串的 这个自动步枪 还有手枪导射的声音 当时一开始 根据幸存者说 他们一开始还误以为说是 制作单位这个乐团呢 罐头奖声是不是 故意不是 故意安排了一个桥段 就是有人留学 有人枪手进来 枪手穿了黑衣服 蒙面子进来以后 他们还误以为是 年轻人觉得很嗨 一直到哀嚎声四起 有人不断地倒地 有人不断地往前冲 他们还赫然发现 原来是真的 你知道吗 除此之外呢 他们有的人中枪了以后呢 立刻趴着 因为跑不动嘛 跑不出去嘛 他们趴着装死 有的趴着装死的人呢 因为这样逃过一劫 但是有的装死没用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 还对着地下装死的人 再扫一遍 他要确定你已经死了 甚至于直接丢了只手榴弹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所以在里面呢 有人跑往二楼 有人跑往后门 有人想尽办法 装死以后 慢慢爬出去等等 现场就造成89个人死亡了 在现场的时候 还有陆陆续续的 死亡人数还更多 最后在这个 专门的反恐怖队呢 强行攻击 因为知道说 经过逃出来的人 说里面已经死那么多人了 不能再等了 因为最后恐怖分子 把没死的这些 夹齿当做人质 那么他刚刚会杀这么多人 他也有可能把 幸存的这些人质给杀了 所以决定 直接攻击进去了以后 其中三名恐怖分子 直接把身上 所穿的这个炸弹 炸弹背心直接引爆 三个人就死了 然后另外一个 是被反恐怖队给击毙 那么根据 现在根据这个 等于说幸存者说 他们歹徒 在开始进行恐攻 整个过程当中 曾经用流利的化国语 故意说 看看你们在叙利亚 所做的事情 流利的化国语 现在你们要付出代价 那么后来他们去研判 里面其实有法国人 当然是国籍是法国人 很可能他自己本身 他是什么义 叙利亚义 但是他规划变成IS 对没有错 所以现在连带影响 其实这个IS当然 非常自认为自己 达到恐怖攻击的这个效果了 杀了总共杀了一两百人 对不对 造成这么大的效果 他觉得很开心的干什么呢 然后呼吁全世界 继续这种恐怖攻击 其实你提供的以美国 欧美为主相关的单位 当然不要忘记还有俄罗斯插花 对不对 这些单位有一个更深的 更好的一个借口跟理由 轟炸你 所以你看包括美国在内 包括法国在内 现在都已经开始在针对 IS的油田那里开始炸 其实最可怜的还是老百姓 因为在IS统治的国家里面 老百姓我相信很多无辜老百姓 因为这样会被炸死 然后就是现在包括逃到欧洲 各地的叙利亚难民 很多国家都已经摆明拒收 因为其中一个歹徒 很可能就是混在难民里面 才混进法国的